大家好,我是麦磊月,有点犀利,有点帅的Black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PHP博客系统中登录模块的数据表设计和逻辑设计 那么这节课我们讲什么,朋友们想想讲什么,讲它的开发 是吧,讲它的开发,那好,在讲之前我们先来解决几个小的问题 讲几个小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页面是怎么回事 我们把它打开,同学们看,页面现在很正常,很正常,是吧,很漂亮 那么老师上一节课讲的时候,页面还是乱的 那这个东西怎么样才能调正常呢,老师先讲一下,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找到这个Template,西欣同学可能会发现Template突然多了一个Folder,多了一个Header 这是干什么呢,我给同学讲一下,Header就是把所有的头部的公共信息提取出来 Folder呢,是吧,对应的,对吧,把所有公共的底部信息全部提取出来 是吧,同学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这样做就可以让我们的代码的重用性提高 不要老师去,就比如说这个公共代码,我们老师重复去写,意义也不大,是不是 所以我把它提成公共的,很好一些,那怎么用啊,我看一下,怎么用啊 include进来啊,这跟PHP很像啊,但是它这是smarty这种写法啊 同学们把它记住啊,这个在工作中肯定会经常会用到 好,那我们看一下怎么调这个css啊,现在同学们可能一下觉得 我,我跟你们代码到底哪里不一样,同学们可能发现不了 那我现在把这个代码删掉一节,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时候 这个css是这样引入的啊,我们现在刷新一下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出现什么问题,哎,是不错啊,是不错了 那我告诉同学们,这个问题怎么调啊,有个很好的窍门啊,很好窍门 就是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css包含的有问题啊,它路径到底是少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刷新一下啊,你会发现这些css啊,它是个红的 红的在这个里面意思就是没加载进来,为什么没加载进来啊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啊,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这时候你会发现啊 是不是明显的少了一级目录啊,是不是少了一级目录啊,它路径不对 对不对,对吧,同学们,是吧,好,那么我们把路径改对 对吧,改对,加个template不就对了吗,对吧,你们想一想是吧 加个template就对了,对不对啊,是吧,看,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我们先看一下啊 是不是正常了,诶,正常了对吧,是不是正常了 这就是调这个css路径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啊 同学们可以记一下,这是个窍门,好,那我先把这个调试系统关了啊 同学,但是我还要插一嘴啊,这个调试系统很重要啊 作为一个程序员一定要会用这个东西啊,一定要会用这个东西 好,关掉,然后呢,我们点击这个登录注册 登录注册,好,登录注册呢,这一看到同学们有个登录功能 好,登录功能,我们先试一下登录功能怎么回事 我们先试一下怎么回事,我们就先输一个black吧 我们输个black,现在好,我故意又不输嘛,看能不能提交 诶,不能提交,是不是很,是不是很智能啊,是不是很智能 好,是不是很智能,那好,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这么智能 我们找到这个log,login,login,他的写法同学也看到了 include的这个header啊,还有这个folder啊,还有一个write write可能不理解释啊,write就是这个啊,这一块,这一块write 这也是个公共的啊,这个是头,这个是围,这就是log那个页面 好,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到底怎么写的啊 这里啊,这里他的action写的什么,写的一个,写的跳转 就是他提交地址,然后呢,他什么方法提交啊,post,get行不行啊,get也可以 但是呢,get啊,在做提交的过程中啊,我建议不要使用get啊,建议不要使用get 那我现在再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啊,我现在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啊 这里面我查提个问题啊,post和get有什么区别啊 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啊 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啊,这是,这有什么区别啊 这有什么区别,我们自己去想啊,自己自己去研究啊 这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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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的作业之一啊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然后呢,他有一个onsummit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掉了个什么啊,return,track,submit,log,login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js怎么写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js怎么写的啊 所以我们找到这个js,他在这里,在这个路径下包含着呢 我们找到这个js,jrc,如果打开,我们看到这个block.js 这里面有个什么,check,sub,login,sub,login,是吧 这里检测了user name,password 如果啊,user name和password都是对的,那我返回处 返回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表单可以提交了 好,那如果返回force呢,那表单就不能提交,不能提交 好,不能提交,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刚才说password没有输的时候 为什么password有一个红色的字说我们没有输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干的什么啊,这种写法是,是什么 这种写法是gquery的写法,gquery的写法 然后呢,gquery掉一个,掉一个id为password arrow的一个div吧 我这里说是div,我们看看是不是div啊,那是不是div 我看一下啊,是div对吧,不是div,是一个fault是吧 是一个fault啊,这是一个简写的标签啊,是个简写的标签 然后呢,我们div把这个东西干什么啊,默认它是个div是弄的啊,那我们现在那什么意思啊 把它变成什么啊,变成可见的啊,那就出现了这个东西 好,那大概同学们大概理解一下这个里面,这个里面这个js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接着往下走,我们接着往下走 接着往下走,然后我们现在接着走 那现在我们说一个black,是吧black,好,我们说完 然后呢,我们输入我们的密码,输入我们密码,看看正常的以后,它能不能提交出去 能不能提交出去,好,我们提交,诶,同学发现啊,他又报了一个错,用户名不存在,是不是 用户名不存在,什么意思啊,说我们没有这个用户,没有这个用户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啊,我们现在要注册,对不对,这是不下来说谁的啊,没有账号去注册 好,我们去点一下,点一下,诶,这里有个注册 这个注册呢,他提示我们,名字是字母数字下滑线,字母数字下滑线 然后呢,倪称零到二是个字符,个人签名最多三是个汉字,好吧 好吧,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页面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页面啊 这个在这儿呢,我们找到这个模板啊,这个,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啊 他这里照样,是吧,埃克森他提到哪了啊,submit,reject的一个地址,对吧 然后也是post,然后是return这个什么,然后接着往下看啊 但大概他的报错机制啊,跟那个什么是一样的,跟刚才那个login是一样的啊 我们大概看一下啊,我们到那个block的js去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是方法在哪呢 他叫什么,check是吧,这个,然后呢,他他检测的这些东西,对不对 检测的这些东西,比如说user name,password,还有这个a password 就是说第二次输入啊,还检测了nickname啊,还有他的个人描述啊 然后他们都是对的时候,我让他提交,如果不是对的时候,不让他提交是吧 这里啊,这里啊,这里啊,同学们看我写的js啊,都非常的简单啊 就大概也判断他一下,同学们在自己在下面去开发的时候 把它完善一下,完善一下,比如说这个check这个nickname啊,nickname 他我这里面只对了这个什么,对了这个是不是为空啊,是为空 那这样能行吗,不行啊,是吧,首先是不是还要判断它的长度啊,是不是合法的,对吧 是不是不能过长,对不对,同学们把这些都补上啊,把这些都补上 老师在这里为了方便讲,大家讲一讲怎么写就行了 然后具体把这些细节,同学们自己把它填上啊,把有学有的做完善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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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啊,用户名啊 我们看用户名是怎么写的啊,check your name,check your name是什么啊 小写的a到z,大写的a到z啊,然后一个-w,-w,-w有什么意思啊,字符啊,3到15啊,3到15啊 好,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符合它的规则写一下,符合它的规则写一下 我们写一个,就写一个black吧,刚才black没有,对吧,我们注册一个black 然后呢,注册一个black,这里要干什么啊,这是密码啊,对吧 我们输入一个密码,输入一个123,对吧,我们做个简单的密码 然后这里再输入123,然后昵称呢,昵称就叫做,我是black 是吧,我是black,然后个性签名啊,个性签名叫啥啊 我是有点犀利,有点帅的black 好,我们现在提交,发现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好,现在我们下来就来讲啊,怎么把这些逻辑全部trent 是吧,我们现在往下写,那我们先看一下啊,它干什么 它到它的action里去啊,我们先看action,我看它的action action,action它里面掉了它的model,对吧,action只做页面展示的啊 model是做什么的,model是做逻辑操作的啊,导致它的model 好,你们都写了一句什么啊,如果啊,这个优三内容没空啊,我们会抛一个异常啊,抛个异常 哎,同学们说,哎,老师老师啊,前面GS不是做做检验的吗 哦,为什么后端还要做检验,哎,后端检验很重要啊,GS的检验是可以被绕过的啊 但是后端检验是不可能被绕过的,老师为了速度的起见啊,就不把它全部写全了啊 反正自己去把它补全啊,首先啊,什么呢,补个什么啊,优三内容的长度是不是啊 优三内容的最长的长度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啊,password啊,是吧 password和第一次和第二次输入一遍啊,是吧,然后呢,然后同学们写什么啊 然后,是吧,那个tips的长度是不是啊,都得判断是吧 我老师这里就判断一个是吧,就判断一个啊,好,然后这里做完判断,做完判断干什么啊 做完判断到这儿了,在这儿我们要干什么啊,我们要掉什么啊,我们要掉到层是不是啊 到层是不是啊,那我把到层是不是引进来啊,引进来啊,require once是不是啊 require does,当初怎么引入啊,dr啊,对吧,dr啊什么,dr啊,然后引上什么 然后这个啊,然后什么,do,是吧,倒下什么,do user,对不对,do user,对不对啊 因为这个user,我们现在操作user表,所以我们把do user引进来是吧 do user.class.s.php,是吧,do user.class.php,是吧,do user.class.php,是吧 do user,有没有我们想要的方法,有没有我们想要的方法,发现有一个this add user,是吧 有一个this add user,这个this add user,没写完是不是啊,没写完 好,我们先把它删掉,我们来补一下啊,我们来补一下怎么写啊 我们写,它传一个什么,传一个data进来是不是啊,传一个data进来,传一个data进来 然后我们掉什么,我们掉什么,到base下的一个insert方法 我们看到base的insert怎么写啊,就是传一个data进来就行了,然后按照它的规则传进来 那直接insert进去了,好,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按照它的规则传一下就行了 我们这个do user只做一个分发就可以了,怎么写啊,直接还这样写就行了 this insert,然后什么data,这里又不用做数据检验的,这里又不用做数据检验的 这里理论上是不用做数据检验的,为什么呢,到这层我们相信所有的数据来源都是安全的 都是安全的,都是安全可控的,安全可控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里面看看怎么怎么去调谈啊 在这里头,那我们现在怎么写啊,我们把这个do user拗出来啊 do user拗出来啊,拗出来啊拗出来,然后呢,我们先把我们要插入data做好处理啊 做好处理啊,这个data首先什么呢,首先什么,user name是不是 user name,user name是吧,我们user name写上,对吧,等于this 是吧,这个下的sif,是吧,这个大家统计员是不是有更深刻的理解啊 为什么我要这样写啊,为什么要定一个sif,感觉多次一句 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别强妙是吧,这个,是吧,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为了简单快捷,是吧,然后什么呢,然后password是不是啊 是吧,然后呢,然后什么,然后nickname是不是啊 nickname,然后呢,然后,然后我看一下啊,这个我们也,我老师也忘了 我们得看看表是什么,我们打开表,然后我们看它啊 然后看看结构,是吧,user id不用管是吧,user name password,哎,tips是不是啊,tips啊,然后tips啊,是吧,tips啊 是吧,tips啊,是吧,有些细心同学会发现啊,还有一个create time 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再把它复制一下,create time create time是吧,有同学说,delete也不用管啊,delete不用管啊,delete 它也是有默认值的啊,是有默认值的,这个怎么写啊,create time create time,我们没有船怎么办,直接取个时间车就完了,对不对 对啊,取个直接时间车,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更新的同学会发现什么啊 我们这个表里没有nickname这个字段啊,我们实际上少了这个东西啊,少了以后就怎么办啊 怎么办,不要怕,我们,是吧,添加一个字段行了吗,这不是有吗 添加一个字段,在谁的后头啊,我们觉得在user name后头比较好啊,比较好 添加一下,对不对,然后叫什么,叫做nickname,对不对 nickname,是吧,这个叫什么,倪称啊,是吧 warch,是吧,warch,他看他怎么定义的,我们看他怎么定义,定义多少啊 0到20个字符,0到20个字符,那我们就定义20个就可以了,对吧 当然是杰老师们讲过,20个是不是,刚刚答线是不是不好啊,是不是应该长一些是吧 给以后电话留有余地是吧,那就定义50就可以了 默认,默认定义为空是吧,默认是空啊,排气规则不管,然后是不是左影不是左影是吧 然后是不是自尊不用是吧,保存一下,保存一下,然后现在看看结构,结构 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了,user name,nickname,password,tips,还有create time,都全了是吧 要插入的东西都全了啊,这个地方同学没想到,老师当然讲过,说password不能明文插入 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啊,md5,md5一下是吧,md5一下就行了,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现在就进行插入啊,进行插入,然后呢,到user,到user什么,insert是吧,insert 对不对,到user不是insert,是adduser,老师也记忽度了,adduser是吧,adduser 然后把这个data传进去,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rit它返回出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成功啊 是不是成功,是不是成功,我们可以把它代掉,这个时候代掉没有问题啊 因为我们在调试是不是,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重新输入一个密码啊 123,123,其他都不用动啊,我们提交,发现它是1啊,1啊,1就是什么意思啊,1就是正确的嘛 我们看看表里有没有,我们看表里有没有,看是不是插进来了,是不是插进来了,有点帅啊 是吧,这些都插进来了,好了,插进来以后呢,我们发现如果是只是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是吧 只是到这儿是不是我有问题啊,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是不是很奇怪啊 页面成功了也没有提示,那我们怎么做啊,我们干什么 我们把这个东西附给什么,this result,然后传到action层,action做一些处理啊,然后做一些处理啊 我们给传到处理啊,我们只是插入,插入或者新建用户啊,只要告诉他是否成功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时候只需要给他的code啊,code,code负一个值等于什么,等于这个it啊,等于it啊,等于it,等于it 但是呢,这个code默认是等于0啊,我们定义的时候0是成功的啊,1是错误的啊,所以说这个要是不是要改一下,是不是要改一下 是不改一下,改成什么啊,如果code啊,如果it等于等于什么是吧,等于等于0的时候是吧 等于等于0的时候,他应该返回什么,返回1啊,返回1,但如果等于1的时候呢,应该什么,返回0啊,返回0,是不是 是不是,是不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叫三元斧,我们写个三元斧啊,这样写起来好看一些啊 等于等于0的时候,这时候怎么讲,等于等于0的时候返回1,如果不是0的话,如果不是0的话,我们返回什么啊 如果不是0的话,是1的时候我们返回0,返回0,对不对,这样是不是有点绕啊,是不是有点绕 好,那现在啊,我们这个code就正确了,但是这个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啊 我们在插入的时候是吧,插入的时候,如果user name都一样啊,user name都一样啊,重复啊,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是不是应该报错啊,是不是应该报错啊,是不是用户已经存在啊,是吧 老师这里没有写检测啊,老师这里没有写检测,这个案里说在这之前,在这之前插入之前啊,插入之前要检测 检测什么啊,检测用户是否存在啊 这个地方啊,这个方法啊,这个东西啊,同学们要补齐啊,补上不要忘了啊,这是职业课的作业啊,这是职业课的作业啊 好的,同学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接着往下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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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的 calculator